彩虹眷村吸引了非常多的观光客 特别是日本的观光客 离这个地方因为观光客多岁 有一个很棒的公共厕所的设施 彩虹眷村是值得短暂休息拍照 展现出以前眷村的感觉感情 那个情感以及彩虹爷爷当时彩虹眷村的整个能力互出 非常值得来